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766集 夏小兰不圣母,她也不是冷血的畜生 人是有感恩之心的,她感激石凯 石凯牺牲了,换了周成一条命 夏小兰就觉得该报答石家人 照顾石家人是应该的 如果还嫌麻烦,基本的良心和感激都没有 那人和畜生也没啥差别 该治病的治病,把工作替石家人安排好 基本能保证他们以后衣食无忧 并不是说这样做,就能抵石凯救周成一命的恩情 这些只是周成应该做的 夏小兰也支持周成 每条件都要创造条件帮石家人 何况她和周成有这个条件呢 经济上的补偿是最简单的 一次性给大笔钱买个表面的心安 但这种,周成估计不会接受 夏小兰自己也觉得不妥当 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石家那种特殊的情况 给了钱,他们能保住吗 一个半瞎的老娘 智力残障的弟弟 要带着两个小孩的年轻寡妇 不管咋看,他们都需要照顾 就拿这次来说 周成带石凯母亲到京城这眼睛 他要把石家人全部烧上 石母一个人不肯来京城 难道带走石平 留下魏娟红一个人在家带俩孩子 石母也不肯 石凯的离开 让这个家的家庭关系很脆弱 比如石母对儿媳妇 既感激她说 以后不嫁人专心替石凯养大两个孩子 又怕魏娟红是哄她 等她在京城治好眼睛 魏娟红在老家 说不定都重新嫁人了 所以魏娟红不来京城 石母就不肯来 她心底对儿媳妇有怀疑 却也深深依赖着魏娟红 知道以后家里都得靠魏娟红撑起来 人就是这样矛盾 脆弱敏感的家庭关系 周成处理的时候需要更小心 周成一个大男人 让他处理这种事显然很为难 虽然他已经尽力 想做到最好 然而他连本人的精神状态都欠佳 又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呢 夏小兰觉得周成很紧张 精神的紧绷让周成见面时很反常 想到周成还没满22岁 在前线恐怕早见过许多生死 这样的情绪在周成身上不是第一次 夏小兰没觉得周成软弱 她反而很心疼 周成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但我们还能尽自己所能去弥补 我和你一起办这件事 三月的夜晚 京城的街头凉风搜搜 夏小兰的手要反握住周成的手 是包裹不了的 但有什么关系呢 掌心的温度周成能感受到 她以前也会觉得 自己媳妇太要强 关键时刻就能感受到 和一个要强姑娘处对象的好处了 人生遇到坎了 夏小兰不会比周成还惊慌 不会靠在周成怀里 硬硬硬哭泣 把问题全部抛给周成解决 她反而能给周成出主意 告诉周成 没啥事解决不了 两人一起面对 周成觉得 她媳妇一脸认真的样子 让她心脏都快爆炸 你说得对 我该和家里人说一声 这时候 别说啥独立自主了 给石凯母亲治眼睛要紧 周成认识的医生 不可能多过关会额 你把石家人安排在招待所了 周成点头 她虽然在京城有房子 可大部分都处在出租状态 想留着以后结婚的院子没出租 却也没住人 什么都不方便 周成就把人安排到医院旁边的招待所 不用石家人动手 有热水用 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比啥都方便 石家人以为 这些都是国家出的钱 住招待所时 石母还惦记着给国家省钱 让所有人都挤一个大通铺 老的需要照顾 小的也要有人看着 周成给安排了套房 夏小兰把自己带入未捐红的位置 想想都要炸 为嫂子一个人带俩小孩 还要照顾另外两个人 他们以前在乡下日子可怎么过 接下来还得跑医院吧 要不给请个保姆 帮忙照顾下孩子 乡下的孩子怎么带 让石平看孩子不行 他脑子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糊涂 以前只能跟着未捐红 下地干农活 别的也不指望他 周成捧着石凯骨灰 去石家那天 就瞧见石凯两岁的大女儿 腰上被拴根绳子 在院子里跌跌绊绊地自己玩 拴了绳子就跑不远 要不怕小孩子掉粪坑和水塘里去 他觉得夏小兰考虑得对 女人比男人细心 小兰替他理清了思路 两人先去看了周家二老 周奶奶拉着周成 乖孙长乖孙短的 周成和夏小兰 都没在老太太面前露出异样 这件事周老爷子 却早就知道的 周成的情况 周老爷子不可能不关注 他很严肃地和周成谈了 周成啊 你对石凯的家人再好 都是应该的 但你要记住了 你是个军人 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 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你必须第一时间回学院 这是你要遵守的纪律 战火无穷 周老爷子见惯了生死 他当然遇到过和周成 类似的情况 至今那些责任 都还背在周老爷子身上 他能违米不振吗 他要是违米不振 被他庇佑的人 就更没有了活路 男人一生中 要肩负很多责任 为人子 为人夫 为人父这些 只是最基本的 要是选择了从军 还有更大的 为家 为国 保证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 肩上的责任这么大 周老爷子不允许周成 被这点事打倒 除了石凯 还有你那些 在前线牺牲的战友 你要是不振作 你觉得还有谁 能照应下他们的家人 自己都过不好 等那些人需要帮助时 周成得有那个能力 帮忙才行 夏小兰不知道爷孙俩 在书房谈了什么 反正周成出来时 眼神里又有小火苗了 夏小兰松了口气 刚才 奶奶深深密密地 把我拉去房间 非要塞给我两本存折 我说自己有钱 她老人家还不信 不要存折 她又特别生气 周成 这存折拿在我手里 太烫手了 夏小兰把两张存折 翻给周成看 都是定期存折 一个上面五千元 一个上面四千元 也不知道老太太 灵存整取的 攒了多久 才有这么多钱 存折是轻飘飘的 心意却沉甸甸甸的 让夏小兰不知道 该如何处置 就算是轻飘飘的 就算是轻飘飘的 就算是轻飘飘的